他其實有區域 他已經有跟我們做一些事情 但只是還沒播出而已 他很大來賓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我們節目後面會越來越荒唐 然後越來越意想不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有一些你們好久沒有看到朋友 都會回來 有沒有鬼鬼有差嗎 感受什麼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們沒有少了任何人 因為我之前就講過 其實這個派業中所有參與的人 是一個大家群 那每一個人都不可能說 我這一整年都把時間留給你 在這邊等待 那比如說他現在有一些 別的工作要去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等他這個工作 有空檔的時候 馬上回來 回來這個大家群 跟我們一起做事 而沒有說什麼誰走了 誰不見了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大家群 我們隨時大門開著 那因為他們真的有很多 像你看之後 這幾個歌手又要出遍什麼 他們可能也會時間巧不過 那個時候我們就會找別人來幫忙 張立東之類的 對 直流的 我是覺得 就是一個大家群 就是大家隨時都可以回來幫忙 只要大家這個時間上允許 那可能我有一段時間 可能時間上也會比較 比較緊一點點 所以我也會比較 比較 著實的 出現 對 對對對 一起做事情 跟你對他的印象不一樣 對 那因為他 你們昨天看到的 可能他的 他的預告是這樣 他們說巨頭有一個畫素 就是說 喔 中巨頭 是數 為什麼 中巨頭 不能 中巨頭 人家根本已經講是寓意 現在變畫素 對人家誠心誠意 有一個寓意就是說 芋頭擦臉有沒有 種下去 差錢表情 它就會長很多的芋頭 就是說你 桃李滿天下 就是說你生涯這麼多的意思 曲解 整個曲解 桃李是師兄關係 那是因為 其實這種節目 包括我們自己都一樣 當我們第一次去錄影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方向 不知道狀況 那尤其是他 他是一個沒有做過實境節目的人 所以他在剛來的時候 他真的找不到他的方向 但是他一直很努力要去表現 可是後來經過 我們慢慢的跟他討論 其實他慢慢知道 自己在裡面的角色 跟他扮演的是什麼 那他就會 跟你在印象中 之前看到的 真的 我覺得轉變非常大 後面有進入狀況 有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他其實來的 第一、二次 也差一點就是 馬上就要說 拜拜了 但是 那類的 對 但沒想到現在 他是最讓大家跌破眼鏡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嘿嘿 厲害了